大家好 我做梦都没想到 把豆花切成细丝 居然那么香 打入三个鸡蛋 筷子一搅出锅就是一道大英菜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下面跟着视频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从树上摘了一个 不要钱的大灯瓜 先从一头给它切三分之二出来 把剩下的这一大半 留着做其他的美食 先把冬瓜厚厚的这一层老皮 给它切掉不要 然后再把冬瓜一切为四 把冬瓜里面的嘴给它去掉 接下来把冬瓜切成厚厚的薄片 最后 改刀再切成细的粗丝 冬瓜丝切好以后 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要想冬瓜好吃入味 先放点少许的精盐 下手装扮均匀 杀出冬瓜里面多余的水分 放一旁给它腌五六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小料 香葱 葱本从叶把它分开 葱本把它切成葱花 葱叶也切成葱花 切好分别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再切点姜末 三四个大蒜 改刀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然后再切点配菜 一个红椒洗干净去地 给它一份味 先切成长条 最后改刀切丁 切好装盘 再切点胡萝卜丁增加营养 还有香菇丁 接下来再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先把它切成块 最后再把它做出 做好之后 先放到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倒入适量的生抽 胡椒粉 蚝油 倒入一勺 蒸鱼吃油 味精 鸡精 半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半碗清水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的冬瓜也腌好了 里面出了那么多水 再抓一把出来 用力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挤干水分 用手抖散 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 用筷子给它扒拉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拎起锅 倒入玉米油和豆油 这两样油 这两样油 掺起来吃着才更香 油温烧至微热 倒入冬瓜鸡蛋液 用铲子 迅速给它铺平 然后把锅端起来 晃动一下 使底面受热均匀 开小火 把底面煎至定型 底面煎至定型 咱们来个后翻空 非常的漂亮 接着再把锅端起来 把另一面也煎至定型 煎至金黄 煎好的冬瓜鸡蛋饼 倒入盘中 不用洗锅 再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先把肉末倒进来 炒拌均匀 最后给它炒至断生 把姜末 和醋花倒进来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切好的配菜放进来 料汁也加进来 炒拌均匀 最后再把蒜末倒进来 我们的鸡蛋冬瓜饼 放到上面 开小火 炖一分钟 把汤汁收至粘稠 里面的汤汁收至差不多 像这样就可以了 美味鸡成 出锅之前 上面再淋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提亮这道菜的颜色 再撒入迷你的小葱花 一道非常好吃 用营养的冬瓜丹饼制造完成 色香味俱全 加一块大家看一下 鲜嫩又多汁 先来尝一下 哇 满满的冬瓜 满满的冬瓜 加上鸡蛋鲜香的内滑 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再搭配一碗米饭 连汤汁都不剩 冬瓜这样做 有肉 有鸡蛋 胡萝卜 香菇 营养非常的丰富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保证全家老小都爱吃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 支持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